加是人类要明视八端的一个标志,家庭这个话题太古老,太久远,也太现代,太时髦,我既不是传统的味道士,也有难追赶时尚,因此,不能与精四做,只能拉拉杂杂说点家常话。 或去曾听过一些人的论点,如果家庭与事业不能两全,成功者往往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生活,我听了以后不敢赞同,几年前读了一篇异动一位外国女企业家的发抖经历的文章,其中有这样一句话,如果事业与家庭产生矛盾,我宁可牺牲事业,也绝不牺牲家庭,这顿文字很使我感动。 我们东方人一向重视家庭,而这种的语言却出自西方一位富人之口,感动之余,我想,我也必定不会以牺牲家庭的利益,换取事业的成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